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21日 星期三 這節要跟大家說一下一則娛樂新聞 不過 這則娛樂新聞都可以反映現在大陸那種 很畸形的國情 就是大陸的男星吳亦凡 被這個網紅叫刀美竹爆料 說他欺騙有姦未成年少女 還說了很多床上的事 然後 這件事原來還有很多下文爆出來 因為吳亦凡大陸 也算是一個數一數二的紅星 其實早一兩年爆出來 他的身價 每一個好像一部電影就收了過億 最近這兩天就爆出了 很多個網紅 女偶像 指控他 他曾經的匪民女友林西亞 發了一個簽字文的 長文的post 就說兩個人是七年前的親密關係 這件事 要簡單 跟大家說一下 吳亦凡 本身就是一個 叫做加拿大人來的 擁有加拿大籍 他其實是廣東人來的 在廣東 省廣州市出生 1990年 11月6日 今年 未到31歲 很高的 因為有一米八多 那麼 之後就是這個2012年 其實也差不多九年前 在韓國出道 做一個韓國的男子組合EXO 他們裏面 也有添加中國成員有幾個 例如有一個叫陸含 張毅興 王子韜 那幾個 然後 他脫離這個韓國EXO 回大陸 獨立發展 然後EXO裏面那幾個大陸的男性 全部都好像他一樣 回大陸發展 這件事 他回到大陸之後 當然是瞬間暴雄 因為 去過韓國 變成是 渡了一個偶像的身份出來 在大陸這幾年 這些類似 在外國震源回來的特別吃香 包括香港的陳偉廷 回大陸也領時吃香 其實 我們看到大陸這幾年那種 畸形就是 他們很崇尚對這些 生得英俊 特別的喜愛 甚至乎他們的身價越來越高 高到是 高不可怕 動一下都說賺一億 幾千萬 他代言 也是賺很多很多的錢 其實他原名 應該叫做李家行 到了17歲才改名 跟老母性 所以叫吳亦凡 先說一下這件事 他 之前也拍過一套叫做西游記 周星馳 找他拍一套叫做西游的複妖片 當時為甚麼會陰點他做這個唐三藏呢 原來周星馳一早預言 就是這條 表裏不一 角色很相似 表面就 斯文內裏奧品 吳亦凡的樣子看起來很純真 但是其實很色情 而且 跟這個 外面跟裏面那種反差非常之大 網友就大疾周星馳眼光獨到 無獨有偶 周星馳也安排了一個人渣男人 羅志祥 在美人魚中飾演八爪魚 暗示 不單止一條腿 加上吳亦凡的小豬 時間管理大法 同一時間 約三條女 一腳踏三船 這個 時間管理也算是挺厲害的 好了 說回 林世亞 她曾經是吳亦凡的 緋聞女朋友 2009年去南韓做練習生 比吳亦凡的一年早 兩個人當時在練習生的時候就相識 她也是做過韓國的女團 第三代成員 13年 無端端捲入一些 手機的 相片的外洩 牽涉到陸行 吳亦凡和張根石 張根石是一個韓國人 所以 被吳亦凡的粉絲圍攻 他發表長文 七年來他等到最渴望的 為他平反的機會 這個是自己說得上是惡夢般的日子 要清清楚想畫上句號 他當年說這些相片因為意外 洩漏 令到他很慘 他當時也跟吳亦凡 吳亦凡是一個機緣巧合之下認識 跟一班年青人做了朋友 吳亦凡是主動去追求他 之後呢 就一張私人聚會的相片 被人不斷攻擊他 在網絡 欺凌 說你有甚麼資格 之而此類 逢是女明星 跟男明星牽涉到關係 他們的粉絲就會攻擊那個人 他們的粉絲也不知醜 知如此類 不單止是這個 這條女子 遭受到惡意攻擊 他 當然也是指控吳亦凡 覺得這個人當然有問題 好了 其實這個相對輕微 對於吳亦凡的這次的醜聞 除了 刀美竹這個網紅和林西亞之外 另外還有20個女孩子 同時 一連串的就說吳亦凡 爆他和他有染 好了 刀美竹就說跟他以前上過床 又說要逼他退出娛樂圈 道歉之類 林西亞 就是 他當時 緋聞女朋友 但是其實 他覺得就被他利用 甚至乎因為 那張照片就被人攻擊 另外還有20個人出來指控 這件事也挺有趣的 因為估計會越來越多東西爆出來 因為現在吳亦凡在代言幾個品牌 甚至乎是LV 你想一下 那些代言費肯定是 不少的 一年 加加賣賣 代代賣賣 也有很多錢 而他的經理人 我想這次也很頭癢 一隻金蛋 生金蛋的鵝 就這樣 很明顯也會死的了 另外還有20個 讀一讀名字 他們的東西 我想也挺精彩的 有一個劉美麗同學 可能是網名來吧 6月2日 刀美族的朋友劉美麗同學就發文清 刀美族跟吳亦凡本來在拍拖 但是4月份 吳亦凡開始冷處理 放出兩個人在 去年11月份的聊天記錄 這些可能是證人 即是未必跟他有東西的 第四個小儀同學 被人拍到他跟吳亦凡包場看電影 現在就已經清空了很多社交媒體 他也否認跟吳亦凡 吳亦凡拍拖 第五個 叫張穩潔 就談及 跟吳亦凡的關係 就說 確實因為有好感 而了解過 他就是一個渴望愛情的大男孩 那究竟是不是呢 第六個 叫一田二嶺 爆料 亦都是跟吳亦凡聊天的內容 就說去年6月份吳亦凡約他去看他的節目 第七個 叫秦牛政威 被拍到 疑似吳亦凡的人 在車場裏面手牽手 他之後回應一直很尊重吳老師 抹交往 抹是貧 抹是鼓 好了 刀美足這件事之後 他就把這個內容置頂 大陸很流行叫人老師 其實甚麼人都叫人老師 第八個 叫張丹三 鋪了他 跟吳亦凡 跟自己聊天的紀錄 吳亦凡很熱情地表示對他有好感 見面之後 就摸他 想抱的時候就被他拒絕 第九個 叫韓其軟 當年就爆出 就是他這個秦牛政威和吳亦凡的 短片 網友就做了聲音對比 就說這個聲 其實應該是韓其軟 雖然他說他也是受害者 但是呢 他因為怕這個秦牛政威去搶 後來就 可能一招就嫁禍 宜裝嫁禍 那麼他 也是被網友覺得他是陰陽怪氣的 第十個 叫小女同學閨密 他也有 鋪了他跟吳亦凡的聊天紀錄 他說 19年到現在 現在一點改進有門友 反而變本加厲 也 說吳亦凡之前給過他的公關費 好了 然後 之後爆發的其實都是類似這些內容 沒甚麼 但是主要都是那些曖昧 透過微信 這些就 ponto 這些就 promot了他 約快也出來 那麼他是不是 像那個 都尾糟的 Trinity esempio 說有一 whatsoever 還說是選票啊 即是親愛人家 親愛人家晚上 要選這張電影的女主角 誰知道去到只有一個人 當然 有很多女生 或者是 Fans 什麼也好 看到一個如此紅的明星 通常都不會拒絕 那麽可以說 食女吧 食女裡哪個明星沒有呢 不過問題是 現在在大陸這種嚴格的政治環境裏面 這些明星 還可不可以存在呢 因為你想想 以前大陸 這些私生活 已經是黨要控制了 現在明星爆出這些東西 我估計 接下來的廣電總局 中宣部 就會下一個禁令 任何明星 有些醜聞飛聞 基本上都是永不錄用 甚至乎被雪藏 基本上 我想他們都玩完了 他們的演藝事業 他們的代言 任何的生意 你想想 現在大陸是甚麼都政治化 甚麼都上綱上線的 這個人 估計都玩完了 其他人呢 我想 陸陸陸陸陸爆出來的話 娛樂圈 整個大陸的娛樂圈 一定是很骯髒 因為你想想 以往香港的明星 未去到那麼紅 未去到五千萬粉絲 你想想 一個人 擁有五千萬粉絲 是多麼瘋狂的 說有些人 一千幾百個粉絲 已經覺得 不可一世了 已經到處 何況 你說要有五千萬個粉絲呢 是不是 一定是 用盡手上的權力 一定是權力 浮爆燈的人 好了 大陸 一個那麼畸形的社會 造就了很多這類的名聲 接下來 我想陸續有來 之後我猜會來一場娛樂的大風暴 肯定是一場大清洗 這一節我們暫時先講到這麼多 因為始終 大陸明星我們也不是說熟得很緊要 也是根據現在的情況 加入少少政治分析 接下來有這些分析再跟大家說 拜拜